心脏病专家翁维良,总结三不过,两长河,养出健康好心脏,心脏是我们人体内的一台永动机,它通过不断的收缩舒张来驱动人体内的血液循环,确保每一个器官的正确运行。 从怀孕第七周开始胎心出现一直到我们生命结束,心脏都在滋滋不倦地给我们的身体宫穴不曾停歇,但它并不是无间不摧,一旦受到关心病,心率失常等无形之手的纠缠,不仅仅会导致心脏工作节奏放缓,还可能会引发心脏猝死等后果。 2018年1月,刘晓娟晒衣服时突然出现一阵凶闷,心前驱出现压榨样紧憋感,不是让刘晓娟停下手上的动作,原地坐下十来分钟才缓过神来。 她立即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,医生做完心电图后告诉她,她被确诊为关心病稳定型心脚痛,随后开了硝酸肝油等药物。 此后,每次心脚痛发作,刘晓娟都靠着原地休息和含浮硝酸肝油来缓解症状。 刘晓娟也从一线技术员岗位转到了后勤,原本以为只要不甘重活,不过度劳累,就能与心脚痛和。 平相处,但刘晓娟低估了关心病的厉害。 2021年4月,刘晓娟坐在家中织毛衣时再次感到心前驱出现疼痛, 双上之发麻,呼吸喘不上气,她拿出硝酸肝油吞下,按照以往的经验五分钟左右就会发挥作用, 但这次的心脚痛似乎不同以往,连扶三次药都不起作用,疼痛时间也更长,约在半小时左右。 接下来一周,不管刘晓娟是否处于活动状态,都会发生心脚痛,并且硝酸肝油从一世就灵的特效药变成了百世不灵的无用药。 刘晓娟以为是服用药物久了会产生耐药性,打算来医院看诊换一种药物服用。 这次的心电图表现为ST断压低和T波导致。 医生告诉刘晓娟并不是药物出现了耐药性,而是她的关心病出现了变化。 从原来的稳定型心脚痛进展为不稳定心脚痛,这是非常危险的, 不稳定型心脚痛离心肌梗死也就一不知遥,再不加以控制到时候心肌梗死发作,抢救难度大且愈后差。 听完医生的话,刘晓娟吓出一身冷汗,她没想到自己离心梗这种危险疾病这么近。 连忙问医生怎么治疗,吃了一大堆口服药三个月后,效果欠佳。 害怕自己不到50岁就需要进行心脏支架手术。 刘晓娟到处求医,最终找到了研究心脏疾病60年的国医大师翁维良。 翁维良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心脏疾病。 关心病在中医中被描述为胸壁,其基本病基为血脉淤阻,这一观点贯穿于疾病的各个阶段,其中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血淤症后。 我们可以看到,在不同的发病时期,淤血的成因各有不同。 在疾病的早期,淤血的主要成因可能包括气质、弹灼、寒凝等因素。 而随住病情的不断进展,人体的正气逐渐亏损。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气虚血淤、咽虚血淤、阳虚血淤等症出现。 随住病情的发展,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抗病能力都在发生变化,这也反映了中医学中病激复杂,但始终与人体自身关系密切的核心思想。 在疾病的早期,患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气质、弹灼、寒凝等病理变化。 这可能与他们平时的生活习惯、环境因素、情绪状态等有关。 随住病情的加重,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血脉淤阻的情况,从而导致更多的血淤症后出现。 尤其是工作压力增大,胸闷心悸这些症状出现频率越来越高。 但是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有在发的风险。 包括温维良教授自己也曾发生过关心病。 结合自己和临床多个病人的经验,他提出一条治疗方案。 治不如痒,养好心脏才是从根源上杜绝心脏疾病复发的可能性。 得知刘晓娟的情况后,温维良教授给他调整了治疗方法。 两周后,刘晓娟反应劳累后仅仅出现胸闷。 但没有疼痛,且心脚痛的发作频率明显下降。 就诊六次后,刘晓娟生活状态回归正常。 许多温维良教授接诊过的病人都自发送上感谢。 电视台也慕名而来,采访温维良养心到底应该如何养。 镜头前的温维良教授也是毫不私藏,大大方方地说出了养心秘诀,三不过,两常喝。 做到这六个字,养出健康好心脏。 第一是不过劳,预防半健康血瘀症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,很多人都在过度的劳动中承受着身心疲惫的压力。 长时间的工作缺乏休息和运动,导致心脏病的风险大大增加。 而保持不过劳的生活方式,就是在为自己助起一道预防心脏病的有力防线。 那么,如何不过劳呢? 首先,合理安排工作时间,不过度劳累。 尽量避免加班和长时间的工作,要学会适时的说步。 给自己留出休息和放松的时间。 其次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保持规律的饮食,避免过度依赖咖啡因和糖分等刺激物质。 此外,坚持适当的运动,如散步、瑜伽等。 都有助于身体健康。 第二是不过胖,控制好体重。 肥胖会导致心脏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,脂肪堆积和身体压力。 首先,肥胖意味住身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。 而这些脂肪会在人体内积累并挤压心脏。 过量的脂肪不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, 还会引发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。 这些都可能诱发心脏病。 其次,肥胖者身体的肌肉和脂肪层变后, 导致身体内部的压力增加。 血液循环不畅,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。 除了以上原因, 肥胖者的生活方式也是心脏病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肥胖者通常缺乏运动, 这会导致身体机能下降。 心脏的收缩能力减弱。 同时,肥胖者也更容易摄入过多的高脂肪、 高糖分的食物。 这些食物中的有害物质会增加血液粘稠度, 影响血液循环, 从而对心脏造成伤害。 第三, 是不内耗, 保持情绪稳定轻松。 负面情绪如同被开启的定时炸弹, 日复一日地消耗住我们的心理健康。 那些负面的想法、 沮丧、 焦虑和压力等持续存在的情绪状态, 它们不仅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功能, 也严重损害我们的生理健康。 当它们达到一定水平时, 便会对身体的各项功能产生不良影响。 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心血管系统的紊乱, 导致心脏病的发生。 另一方面, 许多研究表明, 情绪问题的患者通常伴有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, 比如睡眠障碍、 饮食习惯改变和药物滥用等, 这些都可能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和风险。 两常喝指的是常喝茶和豆浆。 首先, 绿茶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, 可以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, 从而保护心脏健康。 此外, 绿茶中的茶多酚还可以抑制血小板的凝结, 降低血液的粘度, 从而预防心脏病的发生。 其次, 红茶中含有类黄酮物质, 这种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和保护血管的作用, 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。 而且, 喝红茶还可以提高体内的好胆固醇含量, 减少心脏病的发作和心肌梗塞的危险。 另外, 豆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 钙、 铁等营养成分。 这些营养物质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和柔韧性, 减少心脏病的发作。 同时, 豆浆中还含有丰富的美元素。 这种元素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, 减少心脏病的发生风险。 咻咻咻。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